主席 我到立法院來 我是否有丟了台大的臉 我想台大沒有會對這個國家 是台大的校友 有沒有盡到他當台大校友的職責 所以我今天本來很累不想來質詢 後來還是要擠出問題來 不過我看到其實我們在國事論壇 許有委員非常認真 我幾乎坐在那裡每次你都有提意見 所以我相信應該是對台大 應該算是作為一個校友 是相當傑出的啦 這個不敢有兩個問題 我們現在台灣 貧窮的家庭非常的多 貧窮的家庭非常的多 我在鄉下 看到很多父母 到每年註冊的時候 都要去借學費 這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借學費 兩三個小孩的話 借起來不少 那現在 很不幸的 台灣卻是 借學校 中下階層 讀了又很多 我們中下階層 讀這個私立學校又很多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今天省的基金裡面 產學基金 是我非常重視的一個 學產基金 我們在南港縣 永春站有一個聯合開發案 對 有十間房子 那麼這十間店面 都是金華地帶 現在只有出租四家 兩家還在招租當中 另外還有四家 長期都是 這一個 空閒的狀態 那麼 車庫有三十九個 只有十五個出租 如果這個可以妥善的來出租的話 我想我們很多中下階層的小孩 可以受到更大的協助 為什麼部長 為什麼在這個永春站會 這個出租率會這麼低 對我想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是四加二加四 四間租出去了 兩間現在正在招租 你剛剛講 另外的四間 他們也告訴我 是比較是在巷子裡面 可是我相信 這不是理由啦 即便在巷子裡面 在那個區域裡面 也應該做一些處理 那邊是接近南港科技園區 其實它是很好的地段 我會也這個 當然雖然是一個個案 可是個案就可以看 從小看大了 我希望全面的來做檢討啦 這個因為基金大家不關心嘛 但是我要替這些中下階層來講話 這個租不出去 可能就是我們租金太高嘛 我們降租嘛 降租總是有收入嘛 你沒有降租 你把它定在一個高標準 租不出去 閒置的話 對這些中下階層的小孩 我覺得是不公平 好 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向我們會繼續處理 要來降低租金來把它出租 這部分我想他們如果 因為聽說已經三租不出去了 已經三次都租不出去的話 那當然其實有一定的條件 所以一次是多久 一次他們告訴我 就是隔一陣子就是會調一次 在那已經公告了三次 好像都沒有標租出去 那沒有租出去的話 就表示說看樣子 在那個區域用那個價位 可能是出不去的 那是不是要做適當的降價 那這個我想我會請他們做一個檢討 你們是委託這些房屋仲介來出租嗎 不是價格是用估價師 他們替我們估多少 可是實際的運作 租出去是由我們自己 沒必要那麼僵硬 沒有委託出去 這個比較具有公信令的房屋仲介 幫我們來出租 可能會比較積極一點 因為他房屋仲介 他有抽擁嘛 所以他會比較積極 好我想這樣子啦 這一塊今天好幾個 好幾個這個質詢 都提出來了 我相信我們做的現在 原有些 有些委員擔心我們委外以後 又圖利了 委員其實您的意見 又希望我們某種程度來做委外 那這個總要找到一個平衡 我想我想我會做一個檢討以後 比較profession的來做這個事情 怎麼樣讓他能夠獲得適當的效益 而且能夠 那個房屋仲介在出租齁 他有行情他們都知道啦 那我覺得妥善跟他運用齁 出租也不是賣掉啊 也不要說賣 好像租出去以後就以後收不回來啦 不會啦 所以我們盡量先把他 這個積極的來利用啦 是 那部長能不能在12月底之前 給我一個 完整的我們 這個整個相關怎麼處理的一個報告 另外呢 也是學產基金齁 被占用了土地齁齁 一百年的金額三十九點九億 一百零一年 飆升到四十三點一億 一百零二年 更增加到四十五點一億 被占用了土地 那作為甚麼沒有辦法來 這個計切把這個取回 或是請求物權戰友的不當得利呢 對 這邊我想這樣子啊 我也已經召成我們同仁齁齁 就是說用一個五年的計畫 能夠把這個所有被佔用的土地 全部回收 那當然有不同樣態啦 譬如說在山上 這可能一大片 這一個土地齁 可能選這種佔的人 如果我們不去做處理的話 他其實可能會變成殺草 這個將來的當然他如果不繼續用 我們把它收回嘛 如果他願意再就地來承租的話 我們就把它無限佔有轉成承租 收取市場航行的租金嘛 能夠讓這個血產基金 同意這個許委員的這個comment 我其實就是這個方向上 請這個我們秘書處這邊 積極的來做處理 我們也會把所有這個 因為有八百多公頃的所有土地的管理 我們被佔領的這個五十幾公頃的 做適當的處理 逐年讓他能夠紓解這個問題 佔用人他有他的用途嘛 你把它收回來 其他人可能不租啦 所以我們覺得就地合法 收取市場航行的租金 也不會造成圖利嘛 所以讓我們血產基金可以快一點 能夠恢復正常 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處理 可能就地合法這個 也是一月底之前給我 十二月底之前給我 你們的改善方案好嗎 可以可以 那麼我們這個收回來以後 現在呢齁 市立學校的學會補助 聽說要先繳 再來由教育部來支付 我想這樣您看到的大概是最近的一則新聞呢 他是說這個好像幼兒園這邊 我們五歲的月兒有補助 他然後先這個繳了以後 最後獲得補助了以後再退嘛 那這部分我也特別責成了這個 我們國教署的這個吳署長 應該比較全面的去看待 這些弱勢的家庭 本來你就是要補貼的 如果要補貼人家 可不可以早一點作業 至少起早一兩個月作業 而不至於說先要繳出去 他就很困難的把那個錢籌出來 最後還會退回來 所以這部分 當然在台灣確實也有這樣子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不管是從五歲幼兒園 或者到其他的這個 有實際這個需要的話 我們應該會更辯明的 讓這個事情能夠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個一定要部長大力去跟這些私校 來這個施壓跟溝通 這個私立學校就他們而言 錢進到口袋放在銀行有利息收入 那他幾個月他也不願意去上市這個 我覺得這樣是 我想這一塊我們可以早一點作業 讓他至少是對於我們的學生 是合理的 對於私校也不至於有太大衝擊 這一塊我想我們 我已經已經請這個吳署長來做 來做努力了 對很多中下階層 他借錢是一個非常不願意去齊口的事情 很辛酸的事情 是 因為他收入不好嘛 借錢更困難 是 我們台灣有錢人 反而借錢利息低 很容易借得到錢 沒有錢的人呢 這是要錢又借不到錢 所以這個呢 這個措施是一定要 所以這個我已經請這個 他應該全面的來看 怎麼樣能夠更有效的來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五十幾個大學校長都是在學界啊 是得高望重我都不敢質詢啊 是 現在我就要問一個運動發展基金的問題齁 我們運動發展基金齁齁齁 有關於四大運齁齁 已經時間不久了齁 我們每年編五千萬齁 來這一個培訓 培訓這個選手齁齁 五千萬 裡面咧 竟然有兩千三百九十 兩千三百九十萬 也就將近一半咧齁 是送選手到國外參賽 部長這是培訓嗎 這應該不是培訓吧 對 我想這樣子啦 就是培訓其實有很多的方式啦 也有一部分是以賽代訓 就是說他去參與比賽 然後把訓練加總在裡面啊 部長這樣的編列方式 我認為咧 你們是以培訓之名啊齁 來參賽啦 其實我們真的要培訓 因為四大運我們主辦嘛 我們主辦國如果成績不好了 不如不要辦咧 所以培訓非常的重要 但是咧 我也知道去參賽 取得參賽經驗也是一種訓練啊 但是我個人認為咧齁這個金額太高 好 我們會把比較detail跟您再做一個分析 當裡面包含了剛剛講去參與比賽 以賽代訓也包含了一地培訓的這些 可能都在裡面 所以這部分我相信比較detail的 兩千三百九十萬是只有到國外參賽 一地培訓是另外還有便利比 我個人認為咧齁 國外參賽應該要另外一邊 齁 我們國內培訓咧齁 你如果覺得五千萬夠我們支持 但是呢兩千三百九十萬 到國外參賽的應該要另外一邊 這樣比較充足啦 對 好啦我想其實委員可能可以再看清楚一點 我想那裡面也包含了培訓的項目 那二三九零齁 他們至少告訴我是這樣 不過我想我進一步的會再去了解一下這個 您剛剛認為說該科目該分開來更合適的呈現他的科目 我想我會做一個檢討 這樣才會有效的去培訓啊 不然你培訓的錢都被到國外參賽吃掉了嘛 那這樣還培訓什麼 我們選手不訓練 他如何跟人家國際競爭 另外一點齁我們培訓啊 我們有沒有重點哪一些運動的項目 我們當然對於四大運有一定有我們奪金最有可能這些重點的項目 那四大運是十四加三 最近我們也會再提幾項進去 哪一些項目是我們重點培訓的 這一些像譬如說我們可能rollerskate 我們可能很強 我們的這個高爾夫球可能不錯 我們的射箭 我們的甚至現在開始的拳擊 我們的這個跆拳 這些都是我們重點的項目 舉重 就是過去我們在各個比賽裡面 重點得金的這些項目 那尤其又在四大運在台灣拜 那尤其又在四大運在台灣拜 有些項目甚至可以由我們來選齁 他有一些optional 一些compulsor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比較全面的來看待 那以這個能奪金最優先來做來做考量 我們目標是要幾面金牌 我們現在初步規劃至少要 他要至少我希望是能夠進到 我的目標是第三名 可是他們告訴我說能夠至少要至少保七搶五 那我希望至少有機會因為在台灣拜 如果把這個規模 把這個至少目標再拉高一點 那金牌的數目的話 其實是至少要到第三名 如果你問我的話至少要二十斤以上 要二十斤吧 對 至少要 我們要加油 所以本願願意來協助你們的預算 是 這個五千萬我們可以跟參賽部分分開 還可以增加這方面 謝謝許忠信委員